哈喽所有爱运动的好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很开心可以邀请到PIT老师来跟我们聊聊跑步这件事情 老师呢跑步它除了是我们最容易执行很方便上手 那同时也可以算是我们的原本的动作的本能 那有没有其他生理上面的好处呢 OK非常棒的一个问题 跑步无非就是所谓的这个心肺功能 当然我们这边先强调一下 我们这边讲的是轻松的慢跑 或者是跑走并不是说在比赛场上的百米充斥 或者是这个1600米的这种比赛 以一个休闲慢跑来看心肺功能的促进是绝对的 这个对大脑跟身体的好处我们是无庸置疑的 第二个它是有一些冲击的运动 所以对下肢来讲可以提升我们的骨质密度 第三个层面它有个很棒的社交元素 因为好上手 现在很多跑步社团 所以你会在运动的过程认识不同的大脑 也就是朋友 那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心灵健康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个当然包含了透过跑步这个行为 热量的消耗活动度的提升 死亡率的下降 诸如此类 那当然相信应该也是需要有一些运动服运动装备 那老师可不可以再教我们到底该怎么跑 OK好那讲到这个怎么跑呢 其实我们如果今天是一个一般人 上班族可能跟各位一样 OK整天坐着的时间可能是8小时到15个小时 为什么这么多开车吃早餐吃中餐上班 看电影工作等等是不是都坐着 所以今天一个突然一直坐着的人 要唤醒体内的基因去跑步 这个中间我们需要再加一件事情 介于步行跟跑步之间的快走 OK所以是先快走再跑步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跑可能一分钟两分钟 快走一分钟两分钟 因为你跑的时候很久没跑的人 心跳可能会突然上来太快 你会觉得说 好喘喔很累 这个时候take easy chill out 稍微用走的 让你心跳下降一点点 让你觉得说你准备好了 然后你再开始加点速度 跑跑跑跑一阵子 你觉得又开始太喘了 你觉得快点有点受不了了 在受不了之前你就再回来 所以跑走跑走对很多人来讲 它也是一种所谓的间歇训练的概念 也是慢慢的去进入这一项运动的 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跟我们之前提的规律运动一样 它可以让你愿意做这件事情很重要 让你跑走跑走了一阵子 可能几个礼拜可能几个月之后 有一天你准备好了 你想要跑长一点 你想要跑快一点 那就可以试试看了 等身体能力到的时候 相对的运动的强度 就可以跟着去做调整 没错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请PIT老师 再来教我们该怎么样 正确的进行跑步 许多人都会跟我们询问到底跑步的时候该注意什么事项 从重到脚或从脚到头 但是我们最常被询问到的就是我们的脚该如何落地 以及我们跑的速度应该是什么 所以在今天有限的时间之内为大家分享到底我们脚该如何落地 首先各位应该有跳过跳绳 或者是有玩过所谓的这个跳格子 有没有发现到当我们脚在原地跳的时候 不管是要用所谓的交替跳 或者是双脚同时跳这件事情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们是不会用脚跟落地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要往前跑 这是有一个泪弹跳的概念 可是我们的位移不是往上 而是往前 我们的落地位置 就好像是你现在站起来 轻松在原地跳 那一个脚掌的位置就会是你的最基本的落地位置之一 当然我们前面有提过快走跟跑步 因为速度的不同强度也不同 也会造成你脚落地的方法的不同 所以我们鼓励你用快走再加上跑步 你不但可以感受第一个速度的差别 第二个你可以感受脚落地的位置 第三个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你的心跳变化 有很多人说我是不是要跑到喘才有效 在喘之前我们有叫做心跳加快 所以你利用快走的时候感受心跳的加快 在进步到跑步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发现到是大口喘气时 就代表强度已经接近到一个 可能对你身体是稍微难过的一个阶段 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把速度放慢 保持在一个比较舒服 可能心跳又不会像静止的阶段 所以练习你的原地跳找到你的落地位置 第二个利用这个落地的位置轻松的跑跑看 如果你发现你开始大口喘气了 你就用快走的感受不同的落地位置跟速度 之后交叉使用最主要的关键是 今天这样的快走交替进行的方式 可以让你完成你原本设定 希望20到30分钟 不论是在操场还是在公园的运动目标 所以希望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分享 能够让大家知道说 从你脚落地的选择 跟快走还有跑步之间的速度关系 以及心跳之间的关系 能够帮助你试着先规律 然后再运动 跑步教学今天就到这边结束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